大家好 聖誕大片 合渡一號星球大戰外傳 在一至九集之後 終於等到一個真正的外傳 星節民等了三十年 外傳是甚麼不同 各類型外傳都有 聖誕動漫、漫畫、電視電影都有 今次真人片是第一次有外傳 因為很明顯是迪士尼買了魯卡斯 版權這麼貴 要開源 開始擴殘 除了現在最新的七八九集 第七集出了 之外有兩個外傳 一集是韓蘇羅 這個就是合渡一號 說甚麼呢? 其實它是接星球大戰第四集 第四集即是七七年那部 有點亂 七七年即是第一部上映的故事之前 大家看過都記得 公主便拿到銀河的死星 那藍圖 那藍圖是怎樣拿到的呢? 這部電影便補為了 原來是一群義士 就是偷藍圖的故事 沒錯 這個故事亦是新一代的演員 去接鵬 包括其中一個 也是女主角 就是霍金愛的方程式的女星 菲利斯迪宗斯 做過《真奶素》 就是一個 我想戲中的革命軍領袖 故事自己本身 講來講去 其實相當有趣 複雜之中又簡單 好像很複雜 是一個冒險遊戲的故事 特別的地方 就是裏面有一個新的機械人出現 這個機械人叫K-2SO 我記得是K-2SO 是一個很有趣的機械人 好像這類星戰片 必須有機械人 也很搶鏡 另外必須有的就是 黑武士 可以預告一下 黑武士 也是有出場的 但香港觀眾較為著緊 不知道有沒有 兩個中國演員 一個香港演員 一個大陸演員 一個大陸演員 姜文 兩個都是影底級 姜文和恩子丹 甚至是一個盲的武士 這兩位都是影底級 這兩位演員的表現又如何呢 大家看的時候 一開始會以為 通常擺放兩個中國演員 都是為大陸市場 很明顯就是 猜不到今次出得不少 現在還頗為搶鏡 大家的口碑也不錯 是的 恩子丹 我留意過 他的credit 是出第三個 所以他除了兩個男女主角之外 是第三個credit 相當高的一個形式 而且那幾場 恩子丹自己的武打 我相信是他自己量度 沒有人量度到比賽 宇宙最強 打得上近河 應該是他量度的 還有兩場相當燦爛的武打 尤其是最後一場 今次的結局 有些出人意外 結果就要告訴你 這集是一個一集完的故事 竟然是嗎 竟然是 我們看了這麼多 超級英雄電影 都習慣了 一來的package 就三集了 這就是一集完的故事 真的放在整個 應該是這樣說 放在第四集之前 所以裡面所有的美術 服裝 甚至一些科技的東西 都是在1977年 的時空之前 裡面的世界 所以大家不要期望 它是一部新的 星戰電影的輪胎 是一個舊輪胎 完全舊的 所以大家都要看看 究竟這部電影 能否收到預期效果 迪士尼 今年的股價 好像不錯 業績也相當不錯 靠它 那要Tech 有空間 我 有 在